在湖北有一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小县城发现了重要的宝藏 外媒直呼我们缺啥来啥 让人惊叹不已 湖北地处我们中原地区 物质渔场非常丰富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矿石资源 前段时间就有考古专家跑到那边去 在那边发现了一种稀缺的矿场 对未来的科研技术是很有帮助的 当这一消息放出来之后 很多人都感觉到惊叹不已 特别是国外的一些专家也感觉到惊叹不已 没想到这种事情居然被我们给发现了 这种矿场它是非常稀缺的 而且它不能长期的暴露 要不然可能就会挥发了 到时候得不偿失 所以这个矿场目前就会保存下来了 可能会供给未来十年二十年的需求 真的被外媒 几乎不一样 直乎我们缺啥来啥 这种矿场的极为的稀缺 很难见 而且这种矿场对于未来的科研技术 对比黄金还有什么东西更加稀缺一点 黄金其实它并不稀缺 只是它物价格比较高 然后流通的大 但这种矿场的类似于那种 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非常的稀缺 现在被完整的保护起来了 所以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这种事情 然后可以去相关搜索方面的资料 这种矿场一般就在山洞里面 然后还有那种 以前火山喷发的时候才会有 真的太好了 便不知 可怕 试 Nawet